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升高 1.6万乙军逼近加萨 昨天凌晨以色列空军在45分钟内 向巴勒斯坦加萨市投掷85枚飞弹 让乙巴关系再度紧张 这波攻击造成21名巴勒斯坦人上升 死者包括6名孩童及1名孕妇 其中一枚飞弹将哈马斯部分建筑炸成瓦砺 另一枚飞弹则集中一名哈马斯高阶指挥官名下的房子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控制加萨走廊的哈马斯组之间的冲突 本周三急剧升高 哈马斯对以色列的火箭炮攻击炸死3名平民 以色列昨天除了投掷飞弹外 也调动军队已往加萨边界 发言人表示以色列军队正准备扩大行动 地面攻击可能一触即发 埃及已经照回驻以色列大使仪式抗议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也对尾巴冲突升高 表示严重关切 争取在明年1月大选中连任的乙国总理纳塔亚胡警告 对加萨的攻击行动会显著扩大 但以色列若当针对加萨发动地面攻击 双方都将付出极大的代价 动新闻综合报道